穿着帽梯 头低到不能再低 他是联姨鲍鱼前董座中文制 2014年因为涉嫌炒作特异石油TDR 遭检调搜索约谈 二审法官认定TDR就是受证交法规范的有价证券 依违反证交法判他17年6个月徒刑 并宣告没收4亿4132万不法所得 不过就怕朱国荣潜逃海外事件 再度上演高院18号临时传唤中文制 裁定实施电子脚僚进行科技监控 原来中文制曾在一审期间 两度冒用他人护照前往柬埔寨 对此他解释当初是因为打官司需要用钱 才会急着到柬埔寨处理多年前的投资项目 不过向法院请假却被驳回 这才不得已二进二出 当时你的命运权其实是有侵害的 那另外电子脚僻就是如果今天他要去做一些这个炮 炮澡的或是炮温泉的动作的话 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朱国荣潜逃效应发酵 即便律师主张电子脚僚可能侵害中文制的炮澡自由权及健康权 但合一庭审理后仍认为不能排除他有任何逃亡可能 实施电子脚僚也是为了掌握行踪 避免再有机会轻松逃往海外 上次就这样我们才能在新年台北采访罗